赵国的商国冯阳君,见到赵叔侯病重,还将朝政交给自己十岁的儿子太子赵忠来打理,想着这个好机会,还趁你病就拿你名,即时召集一帮亲信大臣,还有他的弟弟公子范一起,想着找对机会举行一场政变,一举将军位就抢夺过来。 在逢阳君心里面以为,十几年来,赵叔侯虽然紧紧抓住晋阳和寒丹的军权,以及派安阳君负责内政,但是一直以来,对自己都是言听计从,软弱可欺。 现在朝中的文武大臣之中,有一大半都投靠了自己,何况,现在赵叔侯又病了,将这些国事交给他十岁的花丁君,他懂得什么呀? 你又像这场政变,自己还不守到琴来? 但是其实他一点都不知道,不要说赵叔侯的病,是真是假,他分不清。 连这个十岁的十元仔,太子赵翁的才智,他也低估了。 这头冯阳君是拿出那张,跟他送个礼的官员名单,要太子翁批准,他们可以全部都升着一级。 那头呢,哪个人送了什么礼,哪个人求什么事,其实,通过冯阳君苦中的内应,太子翁呢,早就将所有的消息收得一清二楚。 然后,他看过各人的报告之后,就将这些事情全部都说给赵叔侯知道。 躺在病床上,诈病的赵叔侯一听到,见到周围没人,马上就整个坐起,他拍着赵翁的头子, 等了十几年,你三叔终于忍不住。 不过,阿爹最高兴的是,翁儿啊,你比阿爹想象之中,还要懂事得多。 马上叫你四叔安阳君,入宫以示,就说阿爹病总,有些事情想交托他去做。 赵翁又马上答应一声,好啊,爹,那我马上就去了。 就是这样,在赵国宫廷里面,正准备掀起一场风波的前夕, 苏秦就来到了寒丹城了。 这次再度出山,苏秦就朴素很多了。 一路上,他都是穿着平时在牵里村穿的衣服, 和他的妻子为他逢的裹箱布鞋,一路吃着干粮,喝着凉水而来。 是来到寒丹附近了,这样才换过一身鞋, 和一件干净一些的士纸衣服,向着寒丹城行去。 将近到了宫城了,苏秦就这样才放慢脚步, 两边看下,想找一间便宜的客栈住下。 在这个时候,有个卖烧饼的人, 就挑着对淡挑迎面走过来, 一边走着一边唱, 卖烧饼啊,正宗的寒丹城记烧饼, 香脆麻辣, 一个铜币就两只烧饼, 不好吃就元银凤环啊。 走着大半日, 苏秦的肚子早就空了, 现在闻了烧饼的香气, 就更加觉得肚饿, 于是,他想都不想, 摸出一个铜币, 走上前就说, 哦,卖烧饼的, 给两只我啦。 卖烧饼就接过铜币, 然后拿出两只烧饼, 就交给苏秦, 苏秦真的太肚饿了, 另转身, 即时咬了一口, 怎知就在这个时候, 卖烧饼的人突然大声咬, 喂, 这位大哥, 请楼报, 请楼报啊。 苏秦听的人来咬他, 马上转转头看看, 只见卖烧饼的人急急地走上来, 将那个铜币递回给他, 嘿嘿, 大哥, 你给错钱啦, 我刚才说, 一个铜币是两只烧饼, 但是你给的是大洲铜币, 我们这里不收的, 只是收赵国的钱币而已, 那各位, 大家不要忘记, 那时候是战国时期, 不同的诸侯国之间, 就各自有自己的货币, 我们翻一下小时候的历史货本, 都会见到, 在战国时期, 有些国家的铜钱呢, 就是刀刑的, 有些是方刑, 有些是圆刑, 一直到后来, 秦始皇统一六国, 各地的货币, 到两行, 这样才重新统一, 然后就一直慢慢延续到现在, 那当时的人, 很容易由这个国家, 去到那个国家的啦, 那怎么办呢? 那你入关的时候, 就一定要兑换好钱币, 又或者呢, 用黄金就各各流通, 苏秦上次第一次出山, 他带的是金饼来的嘛, 那黄金就各各通行, 所以当时呢, 他就没想着要换什么货币, 但是今次是行很多, 那袋里面带着的, 是他的妻子朱小喜, 自己死坚死底, 积下来那几十个私企铜钱, 朱小喜他们在洛阳附近生活, 所以呢, 自己积下来的私企, 当然是大洲的铜钱啦, 而且经历了上一次的挫折, 苏秦就知道, 无论任何事口, 出门多一个前旁身总是好的, 他特别坚健, 冤土, 除了吃在家里带出来的干粮之外, 有时候呢, 在山林里面, 就摘野果冲击, 一路上, 能够借宿就借宿, 能够在人家那里吃餐饭吃就吃餐饭醒, 死坚死底地来到寒丹城, 一心想着将这些钱都留到寒丹致洗, 谁知, 这个时候这样才发觉, 啊, 自己一味就挂着省钱, 过关的时候都不记得换钱, 于是找裴少说, 哎呀, 这位大哥, 我们本来就是周天子的熟民, 一向在洛阳城住的, 今次来到贵国, 我都没来得及换钱, 我只得大洲铜钱, 那怎么算好呢? 那个卖烧饼就说, 哎呀, 我的东主交代, 我只能收赵国的钱币, 不收得其他的钱的, 下官, 你一个大洲的铜币, 换得我们几多个大洲的钱币呢? 我又不知道, 说不定那些蚀本, 我都不懂的, 不了, 不了, 我的烧饼就不卖给你了, 你都快点给我那两个烧饼先啦, 那就为难了, 素秦举手一看, 其中一个烧饼已经被自己咬了一大口了, 你看这样, 哎呀, 你这样怎么算好啊, 哎呀, 你这么狼胎的, 这么快啊, 咬了一口烧饼啦, 又没钱给嘛, 那怎么算啊, 小人回去呢, 一定被我的东主闹死啦, 哎呀, 下官, 你快点赔回烧饼给我啦, 那伙计一吵, 即使就好多人为物来看啦, 哎呀, 被个小商贩这样占着自己, 素秦都觉得不知道多么尴尬, 一时间, 都不知道怎样才可以脱身的时候, 突然间, 有个人在自己的三袖笼里面摸出一个赵国前币, 递给他卖烧饼的话, 年轻仔, 这个就是赵国前币啦, 你可以拿回交差了吧, 烧饼仔一看, 即刻连连作证说, 哎呀, 多谢客官, 多谢客官呀, 素秦担过来一看, 原来同自己解围的, 正是秦国遇见的假舍人, 哎呀, 假兄, 怎么这么巧又碰到你呀, 哈哈, 舍人见过素子, 来来来, 我们快点坐下聊聊天先, 两个人就在旁边一间客栈那里坐下, 假舍人呢, 就说苏秦这么远来到, 无论如何, 自己都要请苏秦吃餐饭, 看他接风呀, 苏秦又问, 假兄呀, 为什么我们可以这么巧碰到的呢, 哈哈哈哈, 不是这么巧, 是我在这里等了你很多日啦, 哦, 假兄, 你为什么知道我会来寒丹, 而且, 为什么又等了我这么久呢, 哈哈哈哈, 苏子你一路辛苦, 在下, 先敬你一着, 同你接风, 苏秦拿了一着酒, 但他就不喝, 在下, 刚才问的, 假兄你都还没回答我呢, 好了, 那我老实跟苏子说, 自从你走了之后, 秦工都不知道多么后悔, 所以特地派在下, 来洛阳找苏子, 十几日之前, 在下去到天理村, 见到令底苏代, 才知道原来苏子要来寒丹, 在下就马上顾着马车, 一路急追, 哎呀, 还只为自己追不上天, 后来想下, 我呢, 就叫人边行匹马, 苏子一步行而来, 你肯定是行小路的了, 所以, 这样才撞不对的, 而且在下快马加边, 应该是先到了寒丹, 于是, 我就找了这间客店, 天天在城门口等了, 果然今天, 等到苏子呀, 苏秦听到点了点头啊, 看他想, 假兄是想再下回到咸阳咯, 哈哈, 这个不是我的意思, 是秦公的意思, 秦公说, 只要苏子你肯回到咸阳, 他一定以国事相托, 使得苏子可以完成一统天下的壮志, 苏秦微微一笑, 如果是这样的话, 假兄, 你恐怕要白行一趟, 苏子你不想再去咸阳咯? 没错, 哎呀, 没有苏子的帮助, 可能秦公真是终生遗陷, 苏秦又笑一笑, 如果秦公当日起用苏秦, 那可能就是苏秦终生的遗陷了, 苏子你为什么这么说呢? 在下在家闭门抚尸了几日, 我才明白, 原来在下和秦公可以说是道不同, 智不合, 又怎样能够为他谋事呢? 假设人听到更加觉得迷惘, 苏子你的志向不是想一统天下的吗? 你又怎么跟秦公可以说是不谋意陷, 为什么现在又说道不同又智不合呢? 假设人有所不知, 秦公他只希望能够一统天下, 而苏秦觉得一统天下只是开始, 哦, 为什么你这么说呢? 假设人, 自从上次说服秦公失利之后, 在下经历这几个月, 抚尸冥想, 总算想了一条, 可以洗到天下战乱平复的正途啊, 哦, 苏子你的正途又是什么呢? 家兄, 你可不可以先答在下几个问题呢? 苏子请讲, 当今天下, 无论瑜伽、法家、道家、国家的学书, 无非都是想探求一条, 平息战乱之道而已, 那你说, 大家要平息战乱是为了什么呢? 假设人想的想就说, 呃, 平息战乱, 当然希望能够得到天下太平, 大家安居乐业啦, 好, 我再问假兄, 怎样才可以洗到天下太平呢? 苏子你自己在咸阳不是说过了吗? 如果要得到天下太平, 只有两个途徒, 一, 就是诸侯之间停止纷争, 相安无事, 一, 就是天下统一, 没错, 在下还曾经说过, 说诸侯之间, 各自有自己的野心算盘, 不是想着要扩充自己的国土, 就是想着要做天下霸主, 这样他们怎样能够相安无事呢? 所以在下当日认为, 如果要洗到天下间战乱平息, 就唯有一统天下, 是啊, 你的想法, 射人我都以为很对的, 好, 那我再问假兄一声, 天下七强之中, 如果能够一统天下的, 会是哪一间? 数字你在咸阳都说过了, 你说, 能够一统天下的, 最有可能的秦国嘛, 没错, 在下说过, 未来天下将会是, 齐、 楚、 秦、 三强、 鼎立, 逐六中元, 而最后, 能够一统天下, 赢得最后胜利的, 最可能的秦国, 不过你说, 如果被在下不幸而言中, 秦国真是能够, 将六国全部剿灭, 使得江山一统, 我想借问假兄一声, 这样, 你猜由秦公统一的天下, 是不是就可以重获太平, 老百姓, 是不是可以得享盛世呢? 假设人听到苏秦这么说, 他自己都不敢贸言回答, 而是仔细地沉思, 苏秦望着他说, 我现在想回头, 在下, 在咸阳时候的论断, 实在太天真, 我为秦国定下了上中下三策, 如果就算是上面的第策可以成功, 这个都是治标而不治本, 那就算可以一统天下, 对老百姓又有什么益处呢? 哦, 苏子, 那你难道想到, 现在可以怎么样治本吗? 苏秦非常严肃地点了点头, 天下, 现在是所以战乱纷争, 在于人心, 不是好像以前一样那么纯朴, 又有太多的欲念野心, 所以如果不通过教化, 使得人心平顺的, 那就算用武力, 硬硬统一天下, 太平城勢都不会来到, 甚至即算来到, 都不会持久的, 而现在, 诸侯之间, 互相增强斗性, 各不相让, 天下间如果要统一, 就一定要使用武力, 纵观天下形势, 有这样的实力, 可以一统天下的, 非秦国莫属, 但是, 秦人本来是崇尚武力, 再加上商军的变法, 秦国的实力虽然增强, 但是整个国家, 在商军的律法鼓励之下, 已经变成了一具, 非常之可怕, 已有强大的战争机器, 人人都只讲求功利, 而不讲到同情怜悯他人, 这样的国家, 这样的民众, 这样的律法, 怎么能够替天行道, 交花万民, 使得人家真是心悦成福地, 受你统治呢? 如果是这样的话, 天下一统, 但是人心不服, 这样, 这个统一又可以维持多久, 太平盛世又可以维持得多久呢? 假设人听完苏秦这番说话, 他不敢点头话, 照这样看, 苏子, 你是要放弃天下一统这条路, 而去走诸侯相安之路了。 没错, 但是, 就好像你自己所说, 现在各个诸侯国之间, 各自野心勃勃, 要他们停止纷争, 和平共处, 那又有什么办法呢? 办法就是, 合纵, 哦? 假设人疼疼疼, 对于这个新仙慈, 他都觉得很新奇, 什么为之合纵? 假兄, 天下各个诸侯国之间, 现在最强大的, 是秦, 齐, 楚, 这三个大国, 但他们, 都在各国的外围, 这三个大国, 就好像三头猛虎一样, 各抱地势, 而逼在中间的, 魏赵寒三角, 就好像三头恶朗, 大家犬牙交错, 而且, 彼此之间, 尼斯我咬, 只有燕国的一直, 因为比他偏远, 所以, 才在东北偏安, 而这百多年来, 中原各国之间, 所有的纷争, 大部分, 都是由三晋而起的, 所以, 他们有时, 是跟齐国争, 有时, 就跟秦国打, 跟大国都没事了, 三晋之间的互相争斗, 魏赵寒这三角, 如果分开来看, 每一角, 都只能算是一匹恶朗, 整日都被周围的三只老虎来欺, 但如果那三头狼, 联群结队, 团结在一起, 那就算是最凶恶的老虎, 都耐他不合, 假设人一听, 当堂醒悟了, 啊, 好计好计, 一旦只三晋联合, 那秦国齐国和楚国, 都不敢轻絕雷池一步, 而这三个国家, 互相之间, 又被三晋隔开, 所以, 他们就算再有矛盾, 也打不起上来, 大国之间打不到仗, 自不然是天下太平了, 秦秦是点点头啊, 没错, 因为魏照韩三国, 分布在南北, 而自古以来, 东西为幻, 南北为中, 所以, 按这一条联合三晋之计, 就叫做合中, 好嗯 嗯 嗯 一 一 二 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